哎你干嘛 跟你说了800遍的内裤袜子 不要放进洗衣机里 就你大肌小怪的 不就这么洗的吗 你看有时候真的不能关职 这大肌小怪 早就有研究表明了 穿过的袜子上 会有老旧角质的证据 如果有角质的话 甚至会有白血 那些臭味的代谢物 像内裤上呢 可能会残留尿液 分泌物 甚至是大肠感觉 那个病毒还有吸血 像这样 内衣 袜子 内裤一起洗 不交叉感染才怪 特别是家里有婴儿小孩的 大妹 我淘来的这个 给你们做个参考 它是专门洗小件衣物的 单洗内衣 内裤 或者是袜子都行 清洗的时候呢 加入80度的水温 搭配蓝光消毒 洗涤比较强劲 洗完干干净净的 搭配内桶呢 还可以进行简单的脱水 像和租人群啊 宿舍党啊 有一个自己可以洗的小衣服 真的会安心不少 因为你不知道 他们都会让鞋子里 丢一什么东西 这个折叠款呢 也很方便搬家和旅游 自己用的放心最重要 像家里有小孩的 一天到晚疯跑 一天下来 可能会汗湿好几件衣服 用它洗也比 大洗衣机 更加省省省省省 你像有些脚脱老公啊 自己又根本就 不爱搓袜子 买一个这样的 专门洗袜子的话 也不干净很多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不良的生活习惯 是真的会伤害到家里的 还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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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